医管局一年两日在会展中心举行研讨大会 开幕礼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医务卫生及局长陆宠茂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曹雪涛 医管局主席范红宁等主礼 今年研讨焦点包括医疗创新发展 例如智慧医院、遥距医疗等 范红宁就说当局去年全面展开招聘 非本地培训医生 自禁影招募大约150人 有信心到年底大约250人 非本地培训医生在医管局工作 曹雪涛就表示 时隔多年之后来香港 看到新变化和新气象感到振奋 鼓励本港新发和内地卫生健康领域的融合互通 国家卫生健康委 愿积极支持特区政府施政 结合内地和港澳医疗界专业发展实际需求 围绕医护人员交流培训 跨境医疗协作 医药科技创新等议题 进一步加强交流互动 希望香港医物界人士 更多发挥教育 语言 人脉等优势 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 在国际舞台 发挥更多影响力